2022地方公职选举 民进党花联宪党部领表登记作业结束 乡镇市长部分只有花联市由谢豪杰有意参选市长 而现议员第四选区登记人数最多 花联宪党部表示说会进行党内协调或者是党内初选 最晚在6月份会公布提名名单 2022地方公职选举 民进党花联宪党部领表登记作业结束 其中现议员第四选区登记参选最为热烈 现场部表示会进行党内协调或是党内初选 最晚在6月份会公布提名名单 只有花联市有谢豪杰出来有议员来参选 那在议员的部分那原本有一些提名的限制 像第一选区花联市的部分 我们原本应该要提名三席 那这一次只有两个来登记 那在第三选区的部分 原本应该提名两席 那登记的有四席 那这一次的代表也好 议员也好 这些登记会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来登记 那对于民进党来讲 在花联也是算心血来的一个替换 有一个新世代的出现 我们下个礼拜会来去跟这些 有来表达议员来参加选举的沟通 如果真的在4月6号确定说 第三选区议员的部分需要去办理初选的话 会在5月22号党内选举的时候一并来办理 然后在5月24号的经过执委会以后来去办理公告 那整个提名的作业最后的期限是在6月底 会做整个通盘的规划以后 再来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 登记参选现议员的部分 第一选区是胡仁顺、张美慧 第二选区是陈才能、林金文 第三选区是王格志、苏文将、林哲思、郑乾隆 第四选区是陈飞庭、肖文炳 登记参选乡镇市民代表的花联市第三选区是欧燕志 第四选区是田真琪、庄一杰 而吉安湘第一选区是黄登科 其他还有开放选区部分 民进党花联现党部有信心 这一次地方选举会有更好的成绩 这一次会欢迎视报道